为在淡水新生街三十项古迹护尾小学校礼堂的 园区前方的这一块空地呢 是淡水镇首任民选镇长的官社园址 那么先前呢 因为跟这个施工厂商发生纠纷 而进入了司法诉讼 经过了12年到今年才结束 那么公所呢 将这个木构造拆除还原空地 为了将这块地有效的再利用 公所呢 日前也邀请了市议员在地的文史工作者以及里长 来了一场首任镇长的官社在利用计划说明会 来讨论未来要如何进行后续 新北市淡水区历史悠久 有许多的人文历史建筑 更是观光圣地 位于新生街三十项古迹护尾小学校礼堂园区前方的这一块空地 民国一百年公所开始进行淡水镇首任民选镇长官社 原址重建计划 但中间因为与施工厂商所使用的材料 与设计有不符的情况因而进入了司法诉讼 经过十二年到今年才结束 而公所也将木构造拆除还原空地 而为了要将这一块地有效再利用 公所日前也邀请市议员在地文史工作者 以及里长进行一场首任镇长官社再利用计划说明会 来讨论未来要如何进行后续 区长表示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说明会 除了向市议员民意代表 还有民众各界文史工作者来进行计划说明之外 还有官社的缘由也期盼广纳各界意见之后 未来能够与市府在民意基础之下来讨论如何进行这一块地的再利用计划 对此市议员陈伟杰也表示镇长官邸是淡水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相当于淡水观光景点群的成员 以任何形式来纪念首任镇长官社 同时也要达到在地居民的需求 不管是从历史文化或是从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等等 我们希望能达到一个多方的一个共识 不管是未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把它做一个呈现 或者是把它重新盖了之后变成一个里面活动 使用的一个空间等等 我们还是希望说具有这样一个历史意义的 一个首任镇长官邸宿舍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它做一个形象的一个重塑 至于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 我想还是希望我们公所跟市府好好来费心 希望未来不管是怎么样的设计 尽量能够朝向一个共融式的设计 希望说能够兼具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之外呢 同时也能够兼顾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 这个地方都破坏掉了 不是以前的那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价值了 假设你们要盖好好的盖 要做的话好好的做 不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我们来种菜就很好了啊 我们好好把美化还比你们来花那么多钱的好啊 里长说过去这边都是在浪费公堂 希望能够作为在地里民能够使用的空间 例如壮壮菜等等 对此事议员陈佳琪也表示 这里具有纪念价值 希望重视在地居民的需求 以达到观光与历史文化的背景 两者都可以兼具较为妥当 而在这一场说明会之后 区公所将会广纳各界意见 再与市府讨论 是要重建还是作为其他使用 记者许多一 淡水财放报道 谢谢大家